好,再次欢迎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课程。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讲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 在上个放假之前,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,七到第十五节。 所以因此我们再来读,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,从七到第十五节。 我们在放假之前读了,今天需要再读。 因为我想你可能已经忘记了。 那么我们再从第七节再读到第十五节,找到了我们其身来读。 你们若认识我,也就认识我的父。 从今以后,你们认识他,并且已经看见他。 非力对他说,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,我们就知足了。 耶稣对他说,非力,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,你还不认识我吗? 人看见了我,就是看见了父。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? 我在父里面,父在我里面,你不信吗?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,不是凭着自己说的,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自己的事。 你们当信我,我在父里面,父在我里面,既或不信,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,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,你们奉我的名,无论求什么,我必成就,教父因儿子的荣耀。 你们若奉我的名,求什么,我必成就,你们若爱我,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 在放假之前,我们提到,讲到耶稣说祂是道路真理跟生命。 那么如果不借着祂,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 那么特别提到,你们认识我,也就认识我的父。 那这个时候,我们记得,菲利就发出了一个很糊涂的要求。 就是耶稣刚刚说了,看见我就看见父。 而菲利却说,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。 那我们知道,我们上次谈到的,这是也是今天很多信徒所犯同样的毛病。 也就是神其实已经把圣经启示给我们,圣经就是神的话。 记载了神所行的奇妙的大事,还有各种各样的神迹歧视。 圣灵又内住在我们的心中,让我们能够明白许多的真理。 但是今天的信徒仍然还在追求求神直接对我们说话。 求神借着祂的神迹,歧视像当年这样的来彰显祂是神。 那更可笑的,很多的信徒有时候在祷告中还在求圣灵降临。 有些聚会还在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 那其实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当中。 那这一类的毛病都是跟菲利的毛病是类同的。 那耶稣因此提出了问题的中心根源在哪里呢? 在第十节,祂说我在父里面,父在我里面,你不信吗? 那这是很重要的,就是问题在哪里,你们不信。 所以耶稣对菲利说,我对你们所说的话,不是凭着自己说的,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。 所以耶稣强调的,你们当信我。 我在父里面,父在我里面。 既或不信,也当因我所做的事,信我。 所以他们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们不信。 所以耶稣要他们相信。 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。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。 他们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生命之道。 因此在圣经之外,他们要寻求启示。 在圣经之外,他们要寻求神的彰显。 在圣经之外,他们要再次的求神,直接对他们说话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,当年菲利就犯了这个毛病。 所以耶稣说,答案在哪里,你们不信。 所以因此最重要的就是相信。 耶稣给他们一个简单的一个推理。 他说,就算你不信,但是用你的眼睛看一看, 用你的脑想一想。 我们说过的基督徒有时候不是单单信心, 有时候神要我们用眼睛看,用脑想一想。 想什么呢? 耶稣对他们说,你看一看耶稣的生平, 耶稣的生命,耶稣的美德,耶稣的话语, 耶稣所做的一切,那平凡的人能行得出来吗?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研读福音书。 每一次你研读福音书, 你细心思想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, 所讲的每一句话, 你就知道在他的身上你看见的是一个神,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, 而不是一个伟大的人, 而是一个神在他神道成肉身的人。 因为他所讲的,如果不是神, 不可能讲出这些的话。 所以在约翰风里面, 主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说, 我所说的,我所做的,都不是凭着我自己,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。 所以我们上次个礼拜结束之前, 我们说主除了责备费利糊涂, 门徒虽然迷糊,但是主没有放弃。 主依然继续地教导门徒并且给他们重任来发展上帝天国福音的事工。 那紧接着下来在十二节, 主做了一个很惊人的预告,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, 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,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 那主的门徒跟信徒,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继续做主的工作。 但是耶稣竟然在这里说,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工作, 就是要比耶稣的事工更加的扩大。 那什么叫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? 那这段的经文就是给许多不负责任的人, 他们断章起义, 他们以偏概全, 胡乱的解释, 错误的应用, 那把他完全歪离了耶稣的意识而随意的解释了。 那他们错误的理解, 他们说耶稣行神迹, 所以今天信徒, 主的仆人也要能够行神迹, 并且要行比耶稣更大的神迹, 如果你这样想一想, 我们知道福音书记载耶稣行了多少个神迹, 37个, 那表示信徒能行370个神迹。 如果耶稣在整个福音书里面, 至少叫三个人复活, 那信徒就能够叫什么? 30个人复活。 那就这样的一种教导, 错误的解经, 就把这样的教导交给群众的时候, 结果怎么样? 你看见人就奉主的名胡乱做了, 胡作非为了, 就有很多的胡乱的医治了, 因为他说既然耶稣能够医治, 我们一定也能够医治, 并且比他医治的更多。 耶稣能够赶鬼, 所以我们就能够赶更多的鬼。 耶稣能够宣讲,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宣讲, 耶稣能够说议员, 我们也随意的说议员。 而耶稣怎样子在地上为主做见证, 他们说我们也可以为主做见证, 但是他们的见证是胡乱的见证, 胡乱的神迹。 我们看见这是过去几十年发生在教会的圈子当中, 大家有眼睛可以看到, 有耳朵可以听见的, 是对这段圣经的一个误解。 所以其实圣经其他的方面的真理也是这样, 如果我们也一样的画胡乳的话, 一样的如法炮制的话, 我们就把很多的真理抽离了他圣经的原本, 然后随意的解释了。 那我再举个例子, 另外一个今天普遍教会里面教导的,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, 因为两千年前, 加拿太的教会已经发生了, 那就是什么? 那就是所谓的超大恩典。 今天很多的人在这类的教会聚会, 那这类的教会怎么教导? 什么叫做超大的恩典?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恩典。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行为得救, 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, 然后白白的给我们, 我们得救了。 那什么叫做超大的恩典呢? 那超大的恩典的定义是, 这是一种新潮流的教导。 他们强调的是神的恩典, 超过其他教义性的, 比方说悔改,认罪之类的教导。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悔改, 你也不需要认罪。 那这些假教师们坚信, 人所有过去的, 现在的, 未来所发生的罪, 都已经被赦免了, 所以信徒不需要再认罪了。 那这就是, 是是而非, 的确主赦免我们罪的, 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, 这个能力的确是可以赦免我们过去现在, 甚至将来的。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, 你不必再认罪了。 但是超大的恩典认为, 你可以不必认罪, 因为连还没有认的, 耶稣已经赦免了。 那这个结论就是什么, 我们不需要受耶稣教导的耶稣, 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, 所以信徒不需要对他们的罪什么, 负责。 这就是迦拉太教会的毛病, 迦拉太教会就是因为说, 我们既然有恩典, 那我们如果不在律法之下, 那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了。 保罗说, 上帝不是叫你们放纵, 上帝不是使你们得救, 不是叫你们继续的犯罪, 所以你看见, 这个这样的教导呢, 就叫信徒就说行为不重要了, 其实圣经没有怎么说, 我们得救是靠恩典, 但是我们得救之后, 雅各怎么讲, 我们信心要有什么, 行为, 只是你的行为的动力, 不是守规条, 你的行为的动力, 不是守立法, 你行为的那个动力, 不是自己的力量, 你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, 继续过什么, 有信心, 有行为的生活, 也就是继续的追求成圣的生活, 但是这个超大恩典呢, 就把这一段给切掉了, 所以这些教导就充满了什么, 牛屈, 虎, 随便的把对跟错的掺杂在一起, 变成的是一个是, 是而非的道理,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认为, 他信耶稣, 所以他不需要有行为上的表现, 他信耶稣, 他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这些规条性的生活, 因为只要他守规条, 只要他有好的行为, 就好像是在守立法, 其实不是, 这完全的误解了圣经的意思,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, 你断章起遇的结果, 就可以自由的解释, 那个结果是什么, 就是一群又一群, 表面上是基督徒, 但是生活没有见证, 不能够荣耀上帝, 那很多的时候, 到一个地步, 我们连外邦人最基本的道德都不如, 为什么, 因为我们相信超大的恩典, 这就是把上帝的话, 给断章起遇了, 那这一类的事情, 特别在教会历史当中经常都出现, 但是在末后的时代, 会更多这样的教导, 我们随便的拿起主的话, 就随便解释, 随便的扭气了, 那耶稣怎么称这些人, 在马太福音这些人来对耶稣说, 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, 我奉你的名赶鬼, 我奉你的名行各样的义人, 主耶稣怎么称他们,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, 主耶稣称他们, 耶稣称这些教导的人, 什么, 作恶的人, 作恶, 你表面是好像是信徒, 但你的里面呢, 却是歪离上帝的, 那更严重的, 主最后对这些人说, 你们这些人离开我去吧, 所以耶稣甚至命令, 这些人离开他, 那就是何等可怜的, 所以求主让我们很谨慎的, 每一次我们要明白一届的经, 一段的经文, 一定要从全本圣经的真理去明白, 我们绝不能断章起义, 不论在神学上的这个整体性, 或者圣经解释的整体性, 那我们都必须要按照圣经的这一个大方向来理解, 所以怎么就做更大的事情呢, 那我们就回到整本圣经来证解, 那很肯定的, 如果你看全本圣经按照真理来解释的话, 你肯定知道耶稣不是要我们重复弥赛亚的神迹, 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证明他是弥赛亚, 而我们都不是弥赛亚, 而这个神, 这使徒们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要证明他们是使徒, 显出他们是使徒来, 而我们不是使徒, 那么当时候他们需要, 因为当时候在整个启示的过程当中, 他们没有一个权威, 但是圣经启示完成之后, 亲爱的弟兄姐妹, 圣经启示完成告诉我们什么, 今天你怎么知道我是属于神的, 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合乎, 是从神来的, 那就从圣经去判断, 因为我不能够讲超越圣经的, 我不能讲圣经没有讲的, 我不用再行神迹, 神也没给我行神迹的这个能力, 或者这种记号, 我们只要照着圣经的真理, 今天如果我歪离圣经的真理的话, 那我就是假教师, 我偏离圣经的真道的时候, 我就是假, 传假的道, 就是这么简单, 所以什么叫做更大的事情呢? 所以更大的事情, 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, 当他在地上33年半, 他的人性一样受到时间, 受到空间, 受到各种客观因素所限制, 所以他的工作是有一个什么, 有一个限量的, 主耶稣工作多久? 33年半, 请问他的33年半, 是用地上时间, 还是用天上时间? 地上的时间, 因为如果用天上的时间的话, 那就是一日好像千年, 那么耶稣到今天还在地上, 还在做工, 不是, 他用的是地上, 所以他按照地上的33年半, 既然这样, 耶稣在很多方面, 他的教导, 他的工作还是受到什么, 受到时间的限制, 客观环境的限制, 不过他把最重要的工作完成, 就是对人类的救赎, 所以他说, 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, 是的, 不是因为我们很伟大, 门徒很伟大, 我们都知道伟大的是, 这位借着十字架进入荣耀的主, 以及他所赐下的圣灵, 所以圣灵来的时候, 就带来能力跟全面的恩赐, 所以神也赐给信徒们, 有服事的恩典, 有服事的机会, 有服事的能力, 所以什么叫做更大的事情, 从时间来看, 就是更长的服事时间, 耶稣三年半的服事生活, 而信徒从耶稣升天至到今天, 已经两千多年, 我们会一直服事, 一直到什么, 主再来, 所以每一个信徒在地上, 我们服事的时间都比主来得长, 今天你信主十年, 你的服事的时间就比主更长了, 主耶稣在地上服事不过多久, 三年半, 我们今天有人服事主几年, 五十年纪念, 主耶稣没有服事五十周年纪念, 但是你看人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情, 就是侍奉的时间上, 更长, 还有我们有更多服事的机会, 我们的服事是多元化的服事, 我们从年轻, 从主日学的事工到什么, 老年人的事工, 从生到死的事工, 我们从这个传福音, 到社会关怀的事工, 从讲道到文字的事工, 是多元性的, 耶稣没有, 耶稣都是讲道, 耶稣有没有写过一个字, 没有, 耶稣四本福音书都是他的门徒在那样写的, 我们当中有人, 至少你写过一篇文章, 我们很多的时候做的比耶稣更多元化的工作, 所以这就是比耶稣做更大的事情, 这是主所要我们做的, 还有我们有更阔的服事的机会, 我们的教导的地区, 耶稣三十三年半在哪里, 在以色列这个地方, 耶稣最多是离开以色列向上一点, 到了这个凯撒利亚, 菲律比, 那是已经离开了, 离开了以色列的应许地, 那是外邦人的地, 那他曾经在小孩子的时候逃难到哪里, 那么除此之外, 他有到其他地方服事吗? 没有, 他在耶旦河东或者耶旦河西, 他在北或者在南, 在加利利或在什么? 耶路撒冷, 他走遍了两百多个村落, 他走过的这些村落, 他还是在小小的一块什么? 一个巴勒斯坦的地上, 今天呢, 我们在普世上面工作, 今天很多的人飞机飞来飞去, 对吗? 到处去做主的工, 还有呢, 我们今天这些网络的工作, 我们这些电脑的工作, 使到整个事奉怎样, 普及化全世界去, 所以你可以看到, 我们所做的工比耶稣怎样? 更大, 就是这个意思, 不但这样, 我们有更广的服事群体, 耶稣服事在犹太人当中, 还有在少数的外邦人当中, 但是今天我们的各国各民, 各主各方神, 差一派我们到万民的当中去, 所以你看, 你是更广的服事群体, 这就是比耶稣怎么样? 做更大的事情, 那么再看更大的服事果效, 就看信主的比例吧, 耶稣的时代, 那信主的人有多少呢? 那如果按照人口做比例, 是四万五千分一, 也就是四万五千人, 只有多少人信主? 只有一个人信主, 到了两千, 到了主后一千年, 耶稣圣天后一千年, 这个百分比就降到一百个人, 有几个人? 有一个人信主, 然后到了今天多少呢? 今天全世界大概百分之十二, 一百个人有十二个基督徒, 新加坡的比例是符合这个比例的, 新加坡的比例, 如果连天主教徒算进去是百分之十八, 如果不包括天主教徒, 大概我们有百分之十二, 这是近代最近的一个统计, 所以你可以看见, 但是从普世来看, 大概是百分之十二, 所以今天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福音,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百分之十二, 所以你可以看到, 这就是我们信主的比例, 比耶稣的时候更多了, 这就表示什么? 信徒做什么? 做更大的事情, 就是这一句话, 所以耶稣在十二节的时候, 我实实在这里告诉你们, 我所做的事, 信我的人也要做, 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, 明白了吗? 而不是行更多的神迹, 那些自以为自己行更多神迹的, 他们自己欺骗自己, 耶稣行三十七个神迹, 请问你告诉我, 有哪一个人在耶稣之外, 有哪一个人行三十八个神迹? 从教会历史的两千年, 常常夸口有人会行神迹, 请问他行了多少个神迹? 如果你可以看见这个解经回到现实的例子的时候, 你就明白什么是正确的解释, 什么是不正确的解释了, 所以更大的事情, 我们感谢主, 那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做, 为什么信徒能够做更大的事情呢? 前面下面这句话说,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,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, 耶稣升天去了, 耶稣升天去了,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, 因为他别的做, 我们就做了, 他升天去的意思, 当然是指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, 他复活的时候, 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他之后, 他拆派我们什么, 往普天下去,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拆派什么, 你们去, 使万民做我的什么, 门徒。 接着下来我们要看见的是, 耶稣继续告诉我们, 我们怎么能够做呢? 原来他去的时候, 他要把圣灵怎样, 拆下来。 接着下来他还没有提到圣灵, 他先讲到, 你们奉我的名, 无论求什么, 我必成就,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,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, 我必成就, 信徒很喜欢读这类的经文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有句话, 无论求什么, 我必成就, 所以你就把它抽出来了, 你看耶稣讲一次, 讲两次, 奉我的名求什么, 我就必成就, 所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祷告出来了。 你们有圣经根据吗? 但是我在说, 我们很多的时候, 没有好好的读圣经, 当耶稣讲, 你们奉我的名, 无论求什么, 我必成就, 对吗? 对。 但是什么? 他讲什么? 叫父因儿子的什么? 得荣耀。 如果今天你所求的, 不能叫神的儿子得荣耀的话, 你所求的, 就不是按照主的心意求。 所以当你照主的心意, 而求的每一个祷告, 神一定垂听, 但是如果按照私欲的祷告, 一定怎样? 不蒙垂听。 雅各也讲得很清楚, 雅各说你们得不到, 因为你们什么? 你们不求, 你们求也得不到, 因为你什么? 忘求。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对祷告很明白, 我们有时候祷告实在是乱求, 很乱求一场。 为什么? 有时候你很清楚, 上帝的心意根本不是这样, 你不用再祷告了, 但是我们就是要继续地祷告, 因为有时候神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, 我们要的是什么? 顺服, 而不是什么? 而不是继续祷告。 我举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例子, 给你明白。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、 尔摩拉罕祷告吗? 有没有? 有, 什么时候啊? 当上帝还没有什么? 还没有毁灭所多玛、 尔摩拉罕的时候, 他祷告, 以后他一向神求, 后来他甚至跟神讨论, 五十个怎么样, 四十五个怎么样, 到了最后十个他就什么? 他停在那里, 其实他可以说, 一个怎么样? 只要有一个, 因为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停在十个? 亚伯拉罕跟主同心啊? 因为十是一个最低的数目之了, 如果一个地方连十个亿人都没有的话, 那就怎样? 那上帝施行他审判的时候, 我要怎样? 我要顺服。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, 你一定要到最后知道底线是什么, 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, 所以我们不管为什么祷告, 一定要有这个智慧, 我们不要说, 没有也没关系, 如果没有人也不要消灭, 那你根本就不是跟主同心和意了,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, 所以你一明白的时候,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世界上很多人, 他们的祷告是胡乱祷告的, 有些祷告是不必要的, 有些祷告是没有果效的, 有些祷告是得罪神的, 所以求主施恩帮助我们, 耶稣说, 你们奉我的名, 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,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好。 刚才我们提到做大事, 怎么能够做大事? 因为我们的主往天上去, 赐下权柄, 赐下圣灵, 但是我们也知道, 我们怎么能够做大事, 就是借着祷告,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跟力量跟成就, 所以今天我们做主公的人凭什么? 凭祷告, 是你的力量吗? 不是, 是我的力量吗? 不是, 我们凭什么? 凭祷告, 所以借着祷告, 我们今天把上帝所托福的事工, 从耶路撒冷, 犹太全地, 撒马利亚, 直到地极, 我们不断地传开,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, 求主给我们力量, 做主的工作,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, 所以你看门徒, 当耶稣复活, 耶稣升天之后, 他们做什么? 他们祷告, 120个人聚集在马可楼上, 祷告, 然后等候什么? 圣灵降临, 所以圣灵一降临的时候, 他们就得着能力, 他们就开始传福音, 他们就开始做什么? 做比耶稣更大的工作, 所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, 所祷告的能不能够叫神跟他的儿子得荣耀呢? 所祷告的是不是呵护他的旨意呢? 如果不是的话, 就不要祷告, 如果是的话, 我们要祷告, 如果你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, 神一定为我们什么? 为我们成就, 所以我们看见, 神要我们无论求什么, 所求的要合神的心意, 所求的是叫神得到荣耀, 所求的是观呵护什么? 圣经的教导, 记得你的祷告, 不要违背圣经的什么? 教导,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, 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, 神的心意就是要信徒能够成长, 我们能更像耶稣基督, 所以我们要祷告, 从主得到能力, 那信徒得到帮助, 然后活出爱跟顺服, 所以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 神就什么? 神就一定帮助我们, 那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, 你就来到第十五节, 他就把焦点转到你们若爱我, 十五节他说,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, 你注意的就是, 这里提到爱主跟命令的关系, 爱主跟神的话的关系, 耶稣说你们若爱我, 那爱我怎样呢? 遵守我的命令, 你看到这个层次, 当我们爱主的时候, 我们一定尊重主的什么? 命令, 这是必然的,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, 我们就会听从什么? 主的命令, 然后我们一听从主的命令, 我们就会开始什么? 明白主的命令, 最后我们就会怎样? 遵行主的命令,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, 今天你爱主, 是你听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, 为什么很多时候道我们听不下去? 因为我们其实不爱主, 我们有时候不尊重主, 如果我们尊重主的话, 只要上帝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, 我们尊重主的话, 我们就能够听进去, 我们就开始听, 我们就开始明白, 我们最后就怎样遵行, 这就是爱主, 这就是耶稣要我们所做的,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, 回答了非利的错误, 同时主也告诉我们, 什么叫做做更大的事情, 感谢上帝, 神用你, 神用我, 我们做更大的事情, 为着上帝的荣耀, 所以借着祷告, 借着圣灵的帮助, 这就是这一段, 主的心意让向我们显明, 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从十六到二十节, 十六到二十节, 我们读十六节, 我们读十六节到二十节, 我要求父,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,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, 就是真理的圣灵,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, 因为不见他, 也不认识他, 我们且认识他,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, 也在你们里面,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,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, 还有不多的时候, 世人不再看见我, 你们却看见我, 因为活着, 你们也要活着, 好,这段的经文, 这一小段呢, 主耶稣应许赐下圣灵, 主耶稣应许圣灵的同在, 还有主应许信徒, 关于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, 那刚才十六节, 主应许赐下圣灵, 我要求父, 那这个求制呢, 是以耶稣一个平等的地位, 跟父来求, 求什么呢, 求父赐给一位保慧师, 那我们知道这个保慧师, 在这里几个称呼,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, 那注意这个永远与你们同在, 在时间上他是没有时间性的, 他是永远的, 所以他是从根骨到什么, 永远的, 还有提到他是真理的圣灵, 所以真理的灵, 他是永远的, 他是真理的, 那这就是提到上帝要赐下圣灵了, 那我们知道阿埃托瑞曾经说, 他说上帝赐下圣灵, 是神跟基督对教会跟信徒们最大的应许, 那么我们也知道, 如果没有圣灵, 今天教会不可能建立起来, 如果没有圣灵, 今天我们信徒不可能跟从主来明白真道, 如果没有圣灵,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把上帝托付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大,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讲这段话是很重要的, 因为耶稣说我去, 所以圣灵就这样撕下来, 那我们要问圣灵是谁, 那圣灵是神, 很明显的, 因为刚才我提到, 他是从永远, 他永远, 那这个永远是神, 还有他是真理, 他是真理的圣灵, 有真理, 他是神, 神是真理的源头, 耶稣说我是真理, 所以他是神, 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, 他是三亿神的第三个位格, 所以圣父上帝, 圣子上帝, 还有圣灵上帝, 这三个位格是一个神, 而不是三个神, 是三个位格, 却是一个神, 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, 三位一起, 这是第三位, 那耶稣是第二个位格, 圣父是第一个位格, 他又称为真理的圣灵, 就是他跟真理有关系的, 为什么, 我们以后会讲到, 他把圣经怎样启示下来, 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这本真理的圣经, 因为有真理是圣灵启示的, 所以你要明白圣经, 一定要借做什么, 真理的圣灵的帮助, 来明白圣经,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名词, 叫做宝慧师, 那宝慧师的意思呢, 其实是很多的意思, 单单宝慧师这三个字, 就把圣灵很丰盛的, 很丰盛的情况介绍给我们, 如果你研究圣经, 你注意上帝的名字很多, 耶稣的名字也很多, 还有圣灵的名字也很多, 为什么, 你几个名字, 我说很多人两个, 一个假的, 一个真的, 他不信任的人他就报假名, 他信任的人就报真名, 爱情骗子更多, 五六个名字, 但是我们的人就基本上就一个名字, 那为什么神有这么多名字呢, 因为上帝一个名字, 没有办法把他那丰盛的什么, 生命来讲清楚, 今天我们的名字, 一个我们未必能够什么, 能够彰显的, 一个我们都用不完, 比方说你的名字叫聪明, 我不知道有没有, 如果有的话纯属巧合, 如有雷虫纯属巧合, 我问你, 你的名字叫聪明, 那你达到这个聪明吗? 我想可能还没有, 可能你说我很聪明了, 但是你知道聪明这个字的, 一百八千你达到吗? 未必, 偏偏很多名聪明的人不怎么聪明, 就好像很多的名发财的, 很少发财, 你注意今天首富叫什么, 有没有叫发财? 没有, 世界上一百, 你把这个富富是一百个名字, 在财主找一找看, 有没有叫发财的? 没有, 发财通常很穷的, 所以不好名发财, 那么我们就意思说, 好一个名字, 我们达不到, 我们一个名字都达不到了, 但是神不是, 神的风声用, 用很多很多的名字怎么样, 来表达出来, 所以为什么圣经常常用很多名字, 来表示圣父圣子跟圣灵, 所以耶稣说, 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, 保慧师什么意思? 保慧师有很多意思, 第一个意思就是站在旁边呼唤, 在旁边帮助的, 保慧师是旁边帮助的, 研究圣灵的Tory, 刚才我们提出他讲的话, 这个Tory有个见证, 他说他刚刚开始讲道的时候, 非常害怕, 他一上台讲道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, 但是他后来认识, 研究真理的圣灵的时候, 原来他知道, 每一次他上台的时候, 在台, 怎么样, 在他背后有什么, 在他旁边有什么, 有圣灵在帮助他, 圣灵在他的旁边, 在他的旁边, 所以从那个开始, 他就明白, 他就不再害怕,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, 你不管走到哪里, 圣灵在你的旁边怎么样, 帮助你, 这是保慧师的意思, 在你旁边的那一位, 看得见吗? 看不见, 他在吗? 他在, 他在加力量给你的, 还有他的保慧师的名字, 也叫做什么? 朋友, 保慧师的名字, 也叫中保, 还有安慰者, 那安慰者就是, 今天很多的困难, 不是安慰有两种的形式安慰, 一种是叫你明白, 你就得着安慰了, 比如说你亏了一笔钱, 人家告诉你, 其实你亏的钱不算多, 你才亏几万块, 那个人亏几十万, 你就得安慰了, 真的, 很多时候你就得安慰了, 这是在理性上的一个比较, 那意思是说, 可能你还会亏更多, 但你没亏那么多, 你就得安慰了, 但是有一种悲伤, 是安慰不了的, 你不管讲什么话, 你不管怎么说, 他都没有办法得安慰的, 这种忧伤很大很大, 你需要什么? 需要圣灵的安慰, 所以当门徒,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, 他们的忧伤很大很大, 他们需要什么? 圣灵的安慰, 人的话, 人的方法, 人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叫他得着安慰,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圣灵中, 做基督徒, 有时候一些悲伤领导的时候, 你要了解到那一刻的时候, 人没有办法安慰的时候, 就圣灵来怎样? 安慰你。 所以有很多悲伤的信徒, 就经历过圣灵的什么? 安慰。 我们一定需要圣灵的安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, 有时候不是人的话可以做到的, 但感谢上帝, 圣灵在我们信中怎样? 安慰我们, 那无止境的平安就临到我们。 所以你有时候唱圣诗, 圣诗很多那些伟大的圣诗都是什么? 都是遇到很悲痛的人, 他们写出来的伟大的诗歌, 为什么他们在这么悲伤中还可以写出这些诗歌? 因为圣灵的安慰来到了。 所以他是Comforter, 他是那个安慰者, 还有圣灵是那个说服者, 他在我们里面劝勉我们, 说服我们, 使我们怎样顺服上帝的话。 那圣灵也是那个辅导者, 他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, 开导我们。 圣灵也是那个辩护者, 他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辩护。 圣灵也是那个代求者。 保罗说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, 圣灵又说不出来的什么? 叹息为我们祷告。 很多教会把他解释这就是方言, 这不是方言。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怎么会变成方言? 什么叫做说不出来的? 方言说得出来吗? 说得出来。 叹息是说不出来的, 意思是说有时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祷告, 圣灵帮助你祷告, 圣灵带你祷告, 而不是叫你咕噜咕噜咕噜讲出一些方言的话出来。 所以今天很多方言的人就说,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祷告, 我就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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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画出来了。 你好好研究圣经。 不是这样的, 亲爱的弟兄姐妹, 我们有很多时候太随便了, 我们的灵常常像不懂什么灵打开, 我们很少唱请主来, 唱唱请不懂什么灵来。 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, 祂为我们代求, 祂也兼顾我们。 当我们面对信仰, 个人生活, 信心软弱的圣灵, 就要兼顾我们。 你看一个宝灵师, 有这么丰富。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, 我要求父,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灵师, 叫他永远与你同在, 就是真理的圣灵。 然后祂说,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, 因为不见他, 也不认识他, 你们却认识他,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, 也要在你们里面。 在这几句话讲什么? 这几句话讲圣灵跟外邦人没有关系, 因为他们不接受他, 他们不认识他, 我们是认识他的, 所以我们既然认识圣灵, 那同时圣灵已住在我们信徒里面, 所以圣灵将永远与信徒同在, 所以圣灵内住在里面永远什么? 不离开, 知道你见什么? 主面的时候, 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, 所以圣灵跟信徒的关系非常什么? 非常密切。 非常密切。 因此当我们一定要了解, 我们既然这么密切的时候, 圣经就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教导, 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, 保罗说不要叫上帝的灵, 有担忧、忧伤。 所以你能够使圣灵忧伤。 什么叫圣灵忧伤? 如果你有时候我们面对试探, 我们面对犯罪的时候, 圣灵不要我们犯罪, 圣灵告诉我们, 离开,离开,离开。 但是我们一直在试探的外面怎样, 一直转动转动, 我们随时都会掉进去, 圣灵会怎样? 忧伤。 主感动我们, 我们拒绝感动圣灵会什么? 忧伤。 还有我们会抗拒圣灵。 有时候圣灵要我们走走的, 要我们讲的, 要我们做的, 我们会抗拒他。 所以圣徒跟圣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 除此之外, 当然还有其他的。 等下我们回来继续的会再讲到圣灵, 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很密切的关系的。